同学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 一列一列逐一带进体育场快筛 因为学校高中部出现了确诊者 男学生与外校友人 亲民连假相约到台北玩 两人搭乘高铁 足迹沉到台北酒吧 回到云林后还沉到撞球场 篮球场 没想到两名高中生先后确诊 他是在4月2号 4月3号 有到北部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场所 云林县停课标准再加码 确诊学生该校同班停课14天 比一班多4天 另外加使学生被匡列 校方也可自行决定预防性停课1到3天 以南投来说 目前是台湾本土唯一净土 零确诊县市 但县内的停课标准遵照中央规范 其他像是台中苗栗彰化 也同样比较办理 这个新设备住宿的家庭 里面有两个就读新设高中 国中部的两个孩子已经确诊 上午台中新设也传出 有同校两名学生确诊 原来两人是兄妹 与北部的确诊者曾有接触 不止如此 家中还有分别就读 国小及幼儿园的弟妹 台中市府也将前进新设 开设指挥所 担心病毒攻进校园 街中部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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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